今天呢 建国中学创校110周年的校庆 那么当然呢 总统马英九本身也是校友 所以特别就回到学校来演讲了 还在现场大声地唱校歌唱的一字不查 总统110周年校庆 总统马英九以校友身份回到母校 说到学弟热烈欢迎 既然是校庆 当然得要唱唱校歌 马总统难得开金口 唱得可是一字不查 海东与山下 飞行苗族旅呀 马总统唱校歌溜得很 不过讲到求学时期往事 却是求是连连 当时我念高一的时候的木楼 这个木楼可真老啊 我一次忘了带帽子参加早会 跑回去拿帽子 跑出来的时候跑得太快 一脚把地板踩穿了 而且问题是一下子把不出来 差一点误了找会 马总统求学时期的糗事 都有台下学弟哈哈打笑 看着熟悉的校园和学弟的乐器一对表演 马总统的好心情写在脸上 还冲碰和校长韩萱一番 临走时更是不忘抓着当年的数学老师 找话题趣趣趣趣 看起来像我学弟哦 马总统幽默感果然现场媒体很捧场 而见中学弟们的幽默感也无逊色 变装秀还搭上时事 马总统前脚走 学弟们后脚讽刺成前总统 这场见中校庆有种另类政治味 真正无证与翟轩森小组